大家好,欢迎来到彩虹妈妈的生活分享 今天分享如何种毛豆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它的营养价值 还有我种毛豆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在我们自家后院的菜地 用一把黄豆轻轻松松种成功新鲜的毛豆 从我们当地农场买的一麻袋黄豆 抓一把黄豆放在碗里 加水浸泡一夜 黄豆变得双倍大 把它们撒在地里种好 第三天黄豆就发芽了 第五天有更多的黄豆发芽 第七天长了两片叶子 第十天叶子长大了 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 一个半月后已经长得很茂盛 两个月后开花了 深屏第一次知道 毛豆开的是白花 让我们仔细来看一看白色小花 非常可爱 不久 不久 毛豆家开始生长 野兔经常来菜园偷吃菜 包括毛豆的叶子 把菜园围起来 野路也时常来我的菜园 高处的毛豆叶都被吃掉了好多 又加了一个网子来防范 现在 毛豆总算可以安全生长了 播种四个月后来看一看 毛豆 大部分都成熟了 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收获的时间到了 好高兴 第一次种成功的毛豆 第一批收获的毛豆 把毛豆从杆子上摘下来 真收获了不少 保存三代在冰箱里留给三个女儿 这样他们过节回家时 可以吃上妈妈种的毛豆了 做盐水毛豆 一碗毛豆中加一小勺盐 混合均匀腌20分钟 腌好后加水大火煮15分钟 毛豆煮好了 非常新鲜可口 毛豆剥出来还可以做其他美味菜肴 虾仁毛豆 在美国 我们在超市只能购买冷冻的毛豆 要想吃新鲜的毛豆就在自家的后院种吧 毛豆的豆甲披着一层毛茸茸的盔甲 能有效抵御病虫害 只要你保护好它们免受野兔和鹿的侵害 毛豆就会非常容易生长 希望你也试一试 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留言并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